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AtiPrint AtiPrint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數位教材的製作軟體 那我們在做數位教材的時候,影片是不是也是其中一種 它本身一樣有付費跟免費的方案 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方案 但是它的付費限制跟一般大家使用的這種軟體的付費限制有一點點不一樣 大家平常比較常用到軟體限制,比如說就用30天嘛 時間到了就再見了 某些功能不能用或完全不能用 甚至有免費版跟所謂的專業版 它沒有這樣分 它完全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有什麼樣的差別 你免費版所有的 百分之應該九十六九十七左右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 只有差在 如果你有用到所謂的付費功能 輸出的時候會多一個伏水印 就這樣 所以你即使是免費的 我輸出一樣都可以輸出 都沒有問題 這些你都可以體驗得到 那它本身剪接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第二個 就是它的伏水印 老實講不太難看 所以還好 第三個 其實我們OBS不是有 藍綠幕去備功能嗎? 它也有 只是它不算是即時去備 它算是我錄影下來之後 你在第一 我這個顏色要去備 就比較像後製 那早上呢 中午有一位老師呢 他有用過 Evercam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 Evercam Evercam 應該是我們國內算 做數位教材 市占率最高的一個軟體 它本身 好處就是它跟 PowerPoint結合 所以它在做這一塊 蠻不錯的 那 Atefender 有點像是免費版的 Evercam 這樣可能如果老師用過 Evercam的 就會比較熟悉 那如果這個講法 你還不能夠體會了 沒關係 它就像PowerPoint加時間走 這樣應該就沒有老師可以說 我沒用過 沒有感覺了吧 好來 你有沒有覺得 一開始進來就有範本 對不對 好你就挑一個 請問老師如果 這裡面沒有你喜歡的 可不可以從PowerPoint叫進來 當然可以啊 它只是PowerPoint加時間走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一樣可以打開你的PowerPoint 有沒有看到左手 有一個匯入PowerPoint 你可以拿進來 就可以這樣做了 好 那我就先用單純一點的 我先找一個 好 那這邊呢 他會問你 我需要 哪一種的 範本 一個是空白的 一個就是他有錄影的功能 他也是有錄螢幕畫面的功能 那 我們呢就先用第一種空白的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進到裡面來囉 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如果你這樣還沒有感覺沒關係 你看一下我左手邊 有沒有更有感覺一點呢 很有感覺吧 所以這套軟體我都說 那個學習曲線是最低的 因為不小心就會超過80%以上的功能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 有需要從 PowerPoint叫進來的 你看 我從這邊 選擇 我桌面上有一個 桌面桌面 沒有桌面 桌面桌面好這裡 這裡有一個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匯哪幾張進來 好確定 有沒有這樣都進來了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怎麼樣 所以其實 我就說這套使用起來 是應該是最熟悉的 好最熟悉的那 您就可以先怎麼樣 先自己 在這邊 比如說我這裡 您可以自己加一個 加一個標題進來 加一個標題啦 那你要加圖片 也OK啊 對不對 像在這邊 我這裡就有 對不對 那影片 怎麼拿進來 保持我們剛剛那種最高原則 直接拖了就拿來 你看 在這裡 其實呢 他也可以支援MKV 就算您在OBS裡面不轉檔 也可以叫進來 當然您變的MP4是 平常在檔案總檔就可以看得到嘛 這樣比較方便 對不對 好 你看 我剛剛這一段不是有 前面跟後面嗎 是不是要剪掉 我們就可以把 丟進來 我用空白的好了 來這裡 好 找到他 按著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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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 您可以選擇 全螢幕的 也可以怎麼樣 我的影片不見得要這麼大 可不可以縮小 這樣就變成子母畫面了 就變子母畫面也可以 好 您可以先試看看 找到您的影片把它丟進來 等一下我們再看下面這個時間軸怎麼做 因為用PowerPoint加上時間軸的方式 我相信 比老師學習像什麼威力導演啊 Premiere啊 你會發現它簡單很多 那當然 我們必須承認 他沒有太花俏的這種 所謂的影片特效的效果 因為做教材 不需要做到那麼多 對不對 如果老師要真的要比較花俏的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還是要回到標準的 剪接影片的 軟體 那 基本的剪輯 他都有 第二個是 他比較不適合剪接太長的影片 比如說老師上 一整堂課 可能 一兩個小時 你把它丟進來 很抱歉 這樣他處理起來效果就慢 他很適合就是大概10分鐘20分鐘以內 就是短的 那您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會方便很多 OK我就先等老師囉 請你先把一段影片先丟進來